對他動手 衝突當下坐在車內 全身都是玻璃碎片 事發經過了十個多小時 曾媽媽連講話都還在抖 原來被害人曾先生 擔任滿洲在地社區的生態導覽員 除了帶團介紹 父母利用機會販售 禮賣 雨萊姑等農作物 射出了一張一張的驗傷單 曾先生指控自己從11月開始 受到了四次攻擊 全身都有傷勢 就把我解職了 這樣對我來說公平嗎 曾先生控訴自己被攻擊 起因刀爛員傷機 社區成員為了阻擋他 找理由解除刀爛員身分 這一個公約的話 他們就會建議管理處這邊來出名 肯定地區部分的區域列為生態保護區 需要合格的社區解說員陪同 在參觀人數上也會有所限制 疑似導覽競爭 搶客眼紅 再加上了口角糾紛爆發了亮刀 砍車衝突 雙方不搞傷害 三零新聞前巨大陣容 屏東報